大家好 我是陳麗婷 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全台還是呈現比較西晴 冬雨的天氣型態 但是下半天開始 水氣就會增加了 在上午只有東半部地區 恆春半島會出現一些局部的雨勢 其他各地大多是晴到多雲 可以看到陽光露臉的 溫暖天氣型態 不過下午之後呢 桃園以北跟東半部地區 雲量增多 降雨機率也會跟著增加 不過主要降雨範圍 還是集中在基隆北海岸 東北部地區 還有整個花東的局部地區 而且東北部地區呢 還不排除會有較大雨勢出現 提醒大家下午之後 要多加來注意天氣變化了 再來看到溫度方面 這幾天其實變化不大 清晨夜間低溫平均還是落在 20到22度左右 至於白天高溫的部分呢 東半部地區平均落在26到28度 至於西半部比較暖一點 大約是在28到30度 不過提醒大家 中南部地區依舊是溫差偏大 所以早出萬歸 就要多加留意了 再來看到今天上來幾天呢 北東地區的溫度 整體的降雨狀況呢 是會呈現三段式的變化 其實在週三之前 迎風面水氣依舊偏多 所以北部跟東部地區呢 都還是會有一些局部的雨勢 而週四到週六 隨著東北季風減弱水氣減少 北部只剩下呢 大台北的山區會出現一些局部的雨勢 那麼東半部是依舊會下雨的 其他地區呈現晴道多雲的天氣形態 不過到了禮拜日之後 又有一波東北季風會增強 因此北部的降雨範圍 會從山區擴展到平地 至於東部地區也依舊會有雨勢的 那溫度方面呢 我們可以從圖表上來看到 週三之後 紅色跟黃色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呢 溫度是會持續的升高 但是到了週日之後 因為東北季風增強的關係 可能又會略為下跌了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 一顆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23-25度 台北23-27度 新北25-28度 桃園24-27度 新竹苗栗最高來到28度 降雨機率落在10% 中部地區 台中26-30度 彰化24-28度 南投25-29度 雲林嘉義25-29度 降雨機率都是落在10% 再來看到南部地區 台南25-28度 高雄27-29度 屏東28-31度 降雨機率也都是落在10% 東部地區 宜蘭23-26度 花蓮24-26度 台東24-27度 要注意的是 宜蘭的降雨機率會來到70% 外島地區 連江17度 金門22-25度 澎湖23-24度 降雨機率10% 也都是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最後小丁丁呢 再次提醒大家了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因封面 所以水氣依舊是會偏多 另外天氣穩定 不過中南部 溫差還是偏大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